针对基隆沪海公投宣布将维持以地方性公投作为主要方向 重新推动世界公投 蔡世英表示任何公投案提出她都尊重并支持 不过如果提案单位希望在基隆市辖区办理公投 提案的内容需符合地方公投的意涵 她相信提案单位及省理的基隆市政府都会依相关原则处理 当然我们尊重公投的提案单位 公投的提案单位如果她认为说 她还是希望在基隆市的辖区内办理公投的话 那当然就是要提案的内容要符合地方公投的一个含义 那我相信这一些相关提案的人 以及基隆市政府后续的审查 应该都会秉持这个原则来处理 那对世英来讲任何的公投有提出来 我想我们都给予尊重 而且给予相关这样的一个支持 而对于世界引发地方疑虑 蔡世英强调推动协和电厂转行为天然气 避免继续污染基隆环境是正确方向 不过新建过程的相关配套 台电都必须与地方做充分沟通 对于经济部对台电来讲 充分的供电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规划 在这个地方推动天然气发电厂 那就适应的态度来讲 我是支持未来推动的天然气发电厂 至于天然气发电厂在新建的过程当中 相关的配套 例如接收站 例如汽潮 这个部分当然要跟地方做充分的沟通 那这也是私立认为 跟地方的沟通是最重要的 蔡森也强调相关疑虑在环评会议审查时 都会被提出 他也会持续出席环评会议 在尊重专业的前提下为市民发声 地方的优虑事项 我们其实也表达给台电的 那台电有表达要持续再来做沟通 那我想在环评的审查过程当中 这一些被认为优虑的事项都会被提出来 是不是会影响到基隆港的营运 是不是有环境的问题 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跟民宅过境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台电必须要去克服的方向 或者是说采取浮动式的码头等等 其他替代方案等等 这个我都有跟台电提过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环评审查过程当中 环评国员我会把这些纳入重要的审查的依据 那我想我们尊重专业是尊重的一件事情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